我是一个在家居士 详情大肆慈悲开施 大概两年前 我家来了很多蟑螂 到处都是 甚至于爬到桌上 以至于小孩受到惊吓 据叶居士说 可以提前三天跟蟑螂说 让他们搬走之后再喷药 后来我依照他们所说的 提前三天讲了以后 蟑螂环时没有搬走 无奈之下了 只好朋友 结果蟑螂死就死 活下来的也不知去向 但是家里从此就没有蟑螂了 而后不久我就怀上一个小孩 不过小孩生下来很健康也很聪明 但对蟑螂事件 我就一直心诚愧疚 我觉得我没有慈悲 没有定力 没有智慧 一致内心 一致不安 我想请问法师 是不是前世 我指使我指使过人 杀蟑螂 所以今世才有这种夜暴 另外这件事情 对我小孩有没有影响 人 人的时间 凡事都不出于因果的定理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纵然对这些小动物 为什么 我人家有感应 我们没有感应 这原因在哪里 诚信 没有感应 我们那个诚意不够 大概到 百分之八十九十的诚意 就能感动 我们这个诚意 才有个三分五分 这不能感动 真诚的爱心 我们同学当中 学这个方法的人 很多都有感应 为什么我们没有 所以还是要回过头来问自己 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分析 用真诚心 跟这些小动物沟通 尤其是这小动物来太多了 那一杀的时候杀太多 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要真诚心 我们对小动物要尊重他 我们对他尊重 他对我们尊重 我们对他敬爱 他对我们也敬爱 我们对于蚂蚁 蚊虫 苍蝇蟑螂 我们跟他沟通 都是诚诚恳恳 像对佛菩萨一样 获掌礼尽 称他菩萨 蟑螂菩萨 蚂蚁菩萨 听话 不能用轻慢性 我们跟他沟通之后 然后回避 一两个小时 他一定都走了 他都散掉了 所以跟对人一样 要尊重 不能够轻慢 不能够无礼 也不能够威胁 要下 这个可以 要很尊重 他们到这边来 当然有很多都是找食物 我们把食物放在院子里 放在户外 供养他们 会合作的 一切众生都有灵性 佛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一定要用真诚恳切 你才能感动这些小动物 那么在过去 我们不懂这个道理 伤害了他们 我们常常忏悔 我们自己送金念佛 给他回向 我们这个佛堂里面 都供养着小畜生的牌位 你们仔细去看看 你去晓得 我们天天不忘记他们 我们天天感谢他给我们的合作 我们下期再见